大家好 歡迎各位 再次收看《文人正事》 我是主持人蔡時平 我們曉得臺灣這些年來 非常流行各種的珍品的收藏 不管是公司的博物館 還是私人的收藏 其實在華人世界裡面 都可以說是畏微可觀 甚至有些收藏 還可以揚名國際 像前面博物館 就是這樣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但是一個社會 到底要怎麼樣子 才能夠懂得收藏 怎麼樣來認識收藏 其實是這個社會一個相當程度的 一個文明的一個指標 今天我們要跟各位來製作一個 臺灣收藏特輯 那麼從這個特輯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包括了公立私立 還有一些私人的各種的收藏 都展現出了臺灣收藏之美 首先在第一段 我們來跟各位介紹兩個公立博物館 他們所做的一個收藏展 其中一個是臺博館 他們為了慶祝百年慶 他們提供了數百樣珍寶 來述說每一張珍寶背後的典藏故事 那麼另外一個是高美館 他們二十週年 他們邀請了明家為這些收藏的寫詩 譜取 也讓整個的珍寶增加了很多的文創的意味 現在請大家一起來看 為在臺北市228紀念公園內的國立臺灣博物館 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 也是日據時代最具代表性的公共建築 日本人當年因為明智唯心非常西化 因此建造了這座典雅的歐式建築 圓頂是古羅馬樣式 大廳內列柱則是古希臘風格 精緻典雅與它的展品相得益彰 臺博館走過百年歲月 推出百年物語紀念大展 以近六百件的珍藏 述說典藏的故事 不過他一路走來非常艱辛 臺博館前身 當時叫做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首任館長 穿上龍迷 為了籌備新館社開幕積勞成吉 竟然在開幕當晚過世 當年他才44歲 留下許多收藏 但是館方到現在仍然找不到他的親人後代 陰宮殉職的還有一位在處理標本的時候 被雨傘節咬到手指的內田風三 館方為他復仇 替他完成這條雨傘節標本 開館元老付出生命代價 雖然留有遺憾 不過在百年紀念展開幕典禮上 人家邀請到十多位過去對臺博館 有重大貢獻的日本元老後代來臺 能夠一同見證歷史傳承 他們同感榮幸 這位戴著優雅白帽的甜才秀妓子女士 她的父親韋琪秀珍 在開館初期就參與規劃博物館的陳烈 在當時是少數精通的漢學家 韋琪秀珍曾經提出一項引起很大爭議的論述 就是台灣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存在高級文明 發達的程度可以比你當時中國與埃及 但是後來卻逐漸退化 這些是她蒐集到的台灣原住民文物 特別是貝珠衣室 雕刻和琉璃珠遺物 都成為當年她論述的佐證 而台博館最重要的鎮館之寶 清代化的康熙台灣漁圖 是目前所知台灣最早的全島詳盡地圖 她以中國傳統山水技法 繪紙 內容則寫實描繪城鄉生活 兵備部署等景觀 後來日治時期 臨摸的版本就清楚多了 民眾可以上網點選看個清楚 地圖裡顯示的人物多是原住民 少有漢人風情 原住民生活景觀 比如說我們所看到這裡有牛車 原住民在當時的時候他們已經開始使用牛車了 然後他用牛車就走在每個部落 每個部落 他們彼此之間在做相互交通的時候 他們就會用牛車來運輸 或者是說用牛車來當作一種交通的一個工具 那牛車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它上面就有載了一些他們當時的一些生活的物資 那除了說這個牛車之外 其實我們還可以看到馬匹 它在荷蘭時代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傳進來了 比較主要的目的當然是說 能夠在這個地方做一個牧場 除了說農業以外 畜牧業他們也希望能夠帶起 所以他們就馬匹也從中國大陸這邊帶到台灣來 台博館特有的寶 還有這些大大小小的台灣雲爆標本 它的珍貴在於人類已經有50年沒有見到活生生的它 這種雲爆全世界只有台灣才有 其他地方都沒有了 很不幸的是我們大概有差不多將近50年的時間 沒有任何一個正確記錄說它還存在的 那所以我們認為說它可能已經滅絕了 那我們管的這幾支標本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從胎兒 然後少年期 然後青少年期 然後到成年期 然後從它的成長工作 我們通通都有這個標本 那在國外你能看到的大概只有成體的標本 那小字標本幾乎是看不到 所以大家看到這三支小字標本 應該是全世界唯一的 百年展第一天 很多家長就帶著小朋友 來了解台博館的歷史精華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那個 有一幅血書 就是韓戰期間的 然後那血書是一面國旗 然後上面有很多人的名字 覺得看得蠻感動的 還有其他的很吸引你 讓印象深刻的嗎 其他的 就是我覺得那個日本人 他們其實當時對我們台灣的一些研究 也是蠻深入的 有一點感動 覺得他們其實對台灣也蠻有感情的 也蠻深的經驗 雖然歷經反共抗日 這一頁已成歷史 留下來的這些珍藏背後的動人故事 人會代代相傳 2014年 高美館過20週年 就像一個人進入成年階段 這五年來參觀的人 從30萬成長到103萬人次 顯現高雄早已擺脫20年前 曾有的文化沙漠稱號 高美館會吸引人進來看展 很重要的一點是 他們近年努力進行跨領域合作 讓展覽多元化更活潑生動 就像結合文學 音樂 多媒體藝術和影音的 典藏奇遇記 異想天開詩語樂展覽 就請詩人和音樂家等 從典藏品來發想創作 一座美術館最重要的資產 當然是它的永久典藏 過去用比較靜態的研究 這個人的導覽 到底我們還可以怎麼做 所以我們先從這個 四五千件的典藏品當中 真實去面對從十九世紀末 到二十一世紀 整個台灣美術發展史上 重要的這個演變 那領選了大概兩百件的 典藏的精品 然後呢我們邀請了這個 透過中文也好 或是台語 甚至刻語書寫的這些詩人們 參觀我們的典藏庫房 跟這些作品互動 最後選出了這個四十件的作品 花了很長一段時間 創作了這個四十首詩 然後同步呢我們邀請 非常優秀的這個音樂工作者 讓他們從這些詩 還有這些作品做發想 創造了從音宋 胡調音唱 一直到交響 是種種不同的 取世的這些創作的音樂 一山一山一秋一秋 作為寒秋收這塊台灣 你有你的夢想 我有我的計劃 一片外面 定格登流團 極山天天天館 阿里山日日日出 你為我憲心 我為你恃亂 這是台灣 這是台灣 這麼漂亮的台灣 這是導演黃明川 為高美館製作的影片片段 詩人謝景德和作曲家李佳瑩 都對沉沉潑的畫作 阿里山遙望玉山 很有感覺 就各自寫詩 作曲來詮釋作品 然後在這邊先寫 就如山櫻花這樣子的綻放 所以其實有一個光明的意思 卻也有一點悲傷的意思 所以我就讓 還是以溫暖的基調 作為我創作的一個基準 但是我中間穿插了很多小調 有點悲傷的東西在裡面 一點小調的和聲 一點或是像英國館 這種比較常用來描述一些 悲傷情緒的這個獨特的樂器 放在這個裡面去描述這樣子的感覺 一般民眾到了美術館 常被限制是不可拍照 怕藝術家的作品被侵權 高美館希望透過這影片 讓點藏品廣為傳播 否則僅限於高雄 就不會成為舉世經典 我們的主張很特殊 在這個過度保障制裁權的今天 很多時候真的也拒絕掉 它被這個擁抱 被接受的可能性 我們試想如果今天莎士比亞 或者是莫扎特 非常堅持它的著作權 那特別是小國寡民出身 難道要註定被兼幣嗎 所以只有公立美術館 或透過公資源 它才可以在圖社會公益 在創造公立的基礎之下 廣為傳播 所以我們是歡迎大家來傳播 歡迎大家把它變成共同的資產 明家作品典藏何其珍貴 如何讓他們有更多人看見 是美術館的藥物 過去大家覺得高雄是不可能 建議做美術館 今天反而變成啟發其他的縣市 成立自己的美術館一個最大的動力 因為他們相信不是只有巨大的 中央的國家的 才可以來供養一座美術館 所以我們看到有大概五六個縣市 在過去的三年當中 終於又鼓起勇氣說 我們要成立自己的美術館 民意代表最喜歡問說 館長真正的產值是什麼 因為民眾參與的比例提高了 所以我們從房地產 到附近的商業產業聚落 大幅地成長 成長了五倍到七倍左右 那房價甚至這個 已經是南臺灣的最高 高美館的成長帶動了周邊經濟 這樣的美學發展創造多營 好 接下來我們來跟各位介紹 臺灣的一些非常有特色的 私人的收藏 首先我們來看的是 位於臺北的鳳甲美術館 他們有收藏的非常質量 俱佳的這個刺繡的珍寶 讓你一揮呢 在古代到現在那個刺繡的演變 另外呢我們也來看看 在臺南的千奇種子館 非常特別對不對 他們是以收藏各種各類的 臺灣的植物的種子 而有名的 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兩種不同的收藏 展現出了什麼樣的一種 風土民情跟文化的意涵 不論是東方水墨或西洋油畫 這一幅幅名家之作 如果告訴您它不是真的水墨 也不是真的油畫 相信您一定很好奇 這些都是臺北市鳳甲美術館 珍藏的大陸國寶級刺繡作品 宋代開始的繡畫 結合了中國書畫的意境 和刺繡的精巧 發展出獨特的藝術 經過中國四大名秀 湘 蘇 鼠 月 自清朝以來的針法研發 使得近代秀畫成果豐碩 功力了得的秀詩以針代筆 以現代墨的仿秀名家畫作 把墨韵印章 或西洋油畫的肌理 表現得唯妙唯小 幾乎讓人分不清是畫還是秀 鳳甲美術館的董事長 邱再興是台灣半導體業的 開陸先鋒 對藝術一直很有興趣 他在1989年開始接觸刺繡 後來到蘇州刺繡博物館參觀 得知館藏因為天安門事件 員工無法再靠公家養 必須賣掉籌錢 於是他在一夜之間 做了一身重大決定 那時候他們就跟政府 交集的結果就是 同意他們把收藏的東西賣出來 當作一個資本 一方面可以遣散員工 一方面可以留下來 當作經營的資本 我那天回去我想了一個晚上 我都沒有辦法睡覺 我說這是這麼好的東西 而且是從1950年代以後 悬賞最好的東西 未來的人要研究的話 才有根據的東西 如果他邁出來 一定是算到故地 那時候台灣人氣得很少 大部分都是日本人 所以想了一個晚上 我說好 我決定我來買 我第二天我就跟館長說 我來 盡量來買這些東西 不只蘇州 湖南香繡博物館 也有類似情形 除了不便買賣的 毛澤東像以外 邱再興同樣能買就買 也因此避免刺繡國寶 四散各國的命運 邱再興當時 還很有先見之明的 委託不再有公家飯可吃的秀師 繼續秀 他們要 人要開始潛善 潛善我又擔心那些人 沒有事情做 因為那時候大陸很窮 所以我說好 我來繼續收 你們繼續做 就這樣慢慢的 就有好幾家 你給他們自己去成立工作室 從剛開始收的 七 八十件到現在累積 已經有差不多 超過五百件的東西 如今累積五百多件珍貴刺繡 都收藏在台灣鳳甲美術館 恆溫恆施的環境中 連原本不便收的毛澤東像 後來還是收藏了 加上時代產物的文革畫 這裡成為刺繡珍品 最集中的世界之最 繡師不只講究功 香繡的創意 讓作品筆畫多了些趣味 八二年代以後 他們就是有一個 很了不起的藝術家 就是黃翠鋒老師 他那時候是 福蘭香繡文具所的首長 他本身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畫家 他以畫家身分 然後在那邊工作 結果他就設計了很多 他就開始考慮說 如果說我兩邊不一樣會怎麼樣 用長針隱現的方法 就創造了所謂前衣繡 就兩邊不一樣的 剛開始的時候的第一件 一邊是繡獅子 另外一邊繡老虎 那以後陸續出現了 大概有十件左右的東西 大概有一大半以上 都是在我們這裡 除了雙面 上山虎 下山獅 鳳甲美食館館長汪淑英 帶我們欣賞 鎮館之寶西獅 也是採用雙面全衣繡 在同一繡料上 繡出正反兩面不同意境 西獅晚莎 它叫做朝作月曦女 白天在月曦晚莎 目作吳公妃 利用西獅這樣一個角色 去詮釋在他當時 兩種不同的身份 所以我們在其中一個 第一個畫面 看到的是他穿著綠色的衣服 很悠然的在西邊晚莎 然後他旁邊還放著 他的那個放莎的花欄 上面還有一朵玫瑰花 然後旁邊就是垂柳 可是我們轉個面過去之後 完全變成不同的場景 變成他在室內的場景 而且不但是他的妝容 還有他的整個姿態 都不一樣 他原本姿態是在晚莎 是一個有點動態的動作 可是他進到宮廷之後 爽手是交疊在膝上 變成一個很 有一點作困仇承 就有一點憂傷的那種感覺 然後連服裝的形式 都變得比較華麗 因為他進到宮裡面做杯子 然後整個場景 也從戶外變成到室內 香繡獨具將心 兩面繡不一樣的還不夠 這件作品 一安慈意 還加了局部變動 讓慈意有了連續劇般的流動畫面 李清照曾經寫過的一首詞 叫做如夢令 他說 昨夜雨書豐重 農碎不消殘久 誓問捲連人 卻到海棠依舊 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裡面是不是在整個詞裡面 有一個對答 就女詞人發話問捲連人 捲連人回話之後 兩個有一個對答這樣的情況 讓她用一個翻轉的感覺 翻轉的效果 在同時秀制上 室內景跟室外景 所以等於就是說 在室內景的部分 你就看到女詞人在發話 問捲連人 在室外景的時候 你就看到捲連人轉頭過來看 戶外的場景 是不是綠肥紅瘦 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形成了一個 四個畫面的刺繡 相較於作品留白的意境 滿繡的夜宴圖則顯華麗 八位繡工一絲絲 總共繡了四年半 一絲就是等於你看不到 線條的那種一絲 就是我們一般用的 繡線的八到十六分之一 那麼細的一絲 要去繡滿整個畫面 其實四年半的時間 並不誇張 每一個顏色都必須要 非常多層次去繡製 才能夠去完成這樣的建築 畫面前面的太湖石 後面的山水屏風 地板地毯 服裝柔軟的那種程度 全部都非常細膩的被 用刺繡的各種不同的繡法 去把它刻畫出來 它所有的燈光旁邊的物件呢 全部都受到光韻的影響 而產生色彩 會有漸層 會有淡化的效果 那在書畫裡面很簡單 如果你要去呈現這種暈染的效果 你可能就是加水 去做一個渲染的動作就好 可是刺繡是實的線 它怎麼去做出那樣的層次感 那就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秀外會中展場的夕陽經典 這帶我們看到很有立體感的清代仿真秀 以及1930年代創造的亂真秀法 以長短不一 方向不同 互相交叉的織法 分層 加色的 讓西洋化的色彩激勵更為豐富 走一趟鳳甲美術館 如同讀了一部近代中國刺繡史 朋友都很羡慕 這些私人收藏如今價值連城 但邱再興向來只進不出 不為投資獲利 只想留著讓眾人欣賞 當然鳳甲美術館也不只有刺繡珍品 邱再興也長期支持當代藝術家 希望台灣年輕學子 多接觸藝術豐富心靈 台南古樸的巷弄中 經常充滿驚奇 這家隱身在東風路巷內的秘密花園 是被許多網友分享推薦的 千奇種子館 這一天大門隨意地寫上 狀元紅了 似乎在提醒旅人把握觀賞 而進門後 一眼看見遮雨棚下 吊著各式各樣的種子 幾乎都是我們不曾留意看過的 剛採收回來的種子 都會先吊在這邊櫻乾 才能夠保存收藏 自稱圓丁的主人梁先生和太太 原本是景觀園藝專家 梁先生尤其會種樹 後來會對蒐集種子有興趣 是出於對大自然生態的珍惜 小朋友掃地然後拿去垃圾堆 公園的圓丁掃地拿去粉化爐 就乾脆我自己種的樹 我就乾脆掃回來 那20年來我們就這樣做 就是一個興趣 其實也沒有想到 有一天它會變成 大家為什麼那麼需求的 為這個種子來著米這樣子 不是我只著米而已 很多人為了這個種子 一直在著米中 由於夫妻倆蒐集的種子 越來越多 有人於是建議他們開放分享 在收藏室中 陳列這些經過細心分類的 各式花草種子 這裡除了別稱相思豆的 小食孔雀豆種子 是較多人看過的 有些不知名的種子 顏色鮮艷到讓人 誤以為是懶過的 像有劇毒的積母豬 早期被用來以毒攻毒 當成醫病原料 醫學發達之後 就不再普遍了 小時候我媽媽會做個名譽給我猜 她說 紅椒子戴黑瓜 風台後來寫不破 要我猜某一種 那我知道 媽媽告訴我說 那是鮮艷豬 我對她有特別的小時候的回憶 台灣的話叫做 自己蒸一張 不用客人 現在的年輕人已經沒有辦法想像說 以前的滿地 滿山遍野 南部地區 全部都是積母豬 積母豬它是有劇毒的 還有藍得很漂亮的鋁人椒 很難不令人多看一眼 鋁人椒顧名思義 它是鋁人們 如果在野地沒有水的時候 它就會砍那個香蕉 那個茎 那個葉子 然後裡面就是烈士 逆滲透的那個水可以喝 它是甘露 它是跟香蕉同刻的 它的顏色很漂亮 藍色是在吸引某一種鸚鵡去吃它 把它外邊的藍色的果皮消化掉 因為鳥沒有胃 它只有殺狼 所以它直接就排出來 就幫它 因為藍色的引誘它去吃它 目的是要為它散播種子 裡面的種子就這樣傳播出去了 經由主人的解說 這些種子變得生動有趣 再藉由女主人的橋手 將這些各異齊齊齊的種子 做成文創飾品 這是虎尾椰子 把果實挖個洞 裸露出種子時就像個娃娃臉 而咬起來有沙沙聲的沙盒樹 是女主人的最愛之一 你看喔 像不像一隻小母雞 這個角度看 每一個果夾就是一顆小母雞 裡頭就有一顆種子 它的用心 我們絕對沒有辦法想像 它靠什麼傳播 等它成熟的時候 它就這樣子 這是一顆爆下來就有這麼多顆 有一次我還被它嚇到 我說我幹嘛 你看原來是它爆掉了 爆得到處都是 那你彈到很遠的地方 不會被樹蔭蓋到的時候 種子才會活 所以說這顆種子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大自然所有的生物 保護下一代都很用心 主人一家用心照顧收集來的種子 還放給預約民眾 來認識大自然的奧妙 如果您也喜歡種子 台灣可是資源豐富 我們的生物多樣性 也是世界上最多的 最多的一個地區 因為剛好台灣有颱風 有地震 有土石流 當你今天認為說 這個種子好像可能會沒有人 來一個地震 來個颱風它又會帶過來 我們收集這個種子 其實在告訴人家 要視地視眾的觀念 所以說我把我種子的 那個收集的範圍 限收在南台灣的一小部分 就是北回歸縣以南 屏東以北的平原 跟海岸的區域這邊 那我現在已知的種子 差不多300多種 其實佔不到剛才我所說 這個小區域裡面的 可能不到1% 所以說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主人希望來這裡參觀的人 都是對植物有興趣 或是希望了解更多植物秘密的人 不希望這裡變成一個觀光景點 不要用來趕集 還是用小朋友來這邊打卡 來照個像 希望大家用比較輕鬆 想要學習認識的態度 來認識我們這個地方 由於講究天然 女主人的代客之道 是拿出她自行利用植物原理的素材 蒸餾提煉出的植物純露 可以加在水中飲用 或是噴在身上防蚊 如果想擦個口紅 醃織樹的種子 加點水揉一揉 就可以派上用場 前期種子館 由主人日積月累的用心 種子的世界真是令人大開眼界 我們提到立體書 多數會想到跟銅書有關 其實也沒錯 立體書的發展 跟銅書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 立體書的發展 已經有數百年的歷史了 所以換掉說 早期的銅書 立體書 現在也都是古典的精品了 更何況 這些年來有很多設計 專業的設計 很棒的設計 是為了收藏家 而設計的立體書 至於談到 所謂的鈔票的收藏 我相信更多人更熟悉了 因為透過鈔票 我們的背後可以看到各有不同的文化 還有鈔票上面的人物 還有圖像 也都點出了不同的國家 對於鈔票上面的圖像 所選擇的一種特定的標準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兩個展覽 國內收藏家拿出一百六十件 來自世界各地的經典立體書 有古董的也有現代的 充滿驚喜令人莫不暇忌 已經收藏19年的主要策展人 楊清貴 最想透過這次展覽告訴大家 立體書不只是銅書 更是手工組裝 每一件都獨特的藝術作品 最早13世紀英國修道士 做了這一個轉盤式的立體書後 到了14世紀和18世紀期間 立體書曾經是以成人的知識百科為主 這是一本以我們人體解剖為主的 一個醫學百科 18世紀德國出版的時候 基夫是家家必備的 一本醫學百科的書籍 它把我們眼睛看不到的部分 用人體解構的方式 用一層一層的 立體書的立體的紙意的方式 讓你去一層一層把它翻閱 所以很像人家做人體解剖是一樣的 它非常驚訝是說 它精細的程度可以達到十層 從我們皮膚一層一層的 我們的骨殼 我們的肌肉 我們的神經 一直看到我們的器官的裡面 到了18世紀 有了銅書 出版社加入立體概念 後來才有各式各樣的立體銅書 而這件充滿巧思的大師級作品 兼具技術和娛樂效果 我們現在看到1887年 City Park的復刻版 被我們學界 或是說所謂的立體書的同行人 共同認為說是立體書的天才 美根多佛的作品 它完全達到我們所謂立體書的最高的境界 它本身 合起來的時候是一本書 是平面的 可是打開的時候 它已經跳脫了書的形式 它已經不是書了 最有巧思的地方在於說 讀者 他可以用自己的角度 自己的方法 可以做不同的排列的組合 你可以做成日誌型的方形 比如說1929年以前立體書 只能叫做可動書或是機關書 並不立體 直到這本1929年初的兒童年見 才算是真的立起來 1929年以前的立體書叫做可動書 或是機關書 因為它用的技巧跟形式的話 基本上都是透過機關 用手去拉跟書頁平行的立體 紙意的技巧的話 是完全用模型的概念 所以我們書頁打開之後 它自動會把整個模型把它撐直彈起來 那它的指印的模型 剛好跟書是成垂直的 所以我們就現在眼光來看的話 這才是真正純正的立體書 在不同形式的立體書中 有一種被稱為隧道書 首風琴般的百折結構 要透過前方的圓形觀景窗看 這本《女王加冕遊行》 是1977年推出的經典之作 這一件主要是用透過隧道書的形式 來描寫英國女王 就是25周年那個壯盛的那個遊行的隊伍 那這個隧道書的圓領 採用當初西洋鏡就是多層景片 每層每層景片之間 有一個景深一個距離 透過不同的景深 都產生一個透視的視覺的效果 經典的古董立體書 讓玩家名戀收藏 而近代作品也不乏巧思創意 應用層面更廣 甚至包括限制級的成人立體書 這是一家美國百貨公司 2012年為紀念100周年所做的精品行路 但是它本身已經跳脫行路 成為令人想點藏的藝術 可惜台灣的立體書出的很少 國人對立體書仍很陌生 立體書的意想世界 正可以滿足大家對立體書的好奇心 有著都多市屋價的台北故事館 外觀充滿浪漫懷想 這次屋裡要說的故事是各國的鈔票 算鈔票講起來很俗氣 充滿銅臭味 但還是人人愛 今天我們換個角度 欣賞鈔票的藝術之美 進而認識異國的文化特色 這張已經絕版的一百髮廊 站反兩面有法國印象派畫家 保羅賽上的五幅畫 包括艾斯塔克海邊 玩紙牌的人 以及餅乾與蘋果 這一整間牆上 都是擁有藝術名作圖像的鈔票 讓人好像走進了美術館 經典款有著史上最大章 長約30公分的明朝 大明通行寶鈔 讓人大開眼界 還有鈔票出現最多次的人物 當然就是伊麗莎白二世 這裡展出12張大英聯邦各國鈔票 可以看到不同年紀的女王樣貌 也顯示日不落國曾經締造的風光歷史 這些鈔票有著各式人物各行各業 就像是國家的日記 也可以當作一部歷史百科全書 有一張星巴威的貨幣 它是100兆 就是一後面有14個零 那是因為他們的國家 有經過惡性的通貨膨脹 所以才產生的這一張鈔票 那其實基本上它應該是 目前世界上最大面額的一張鈔票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那張鈔票長什麼樣子 那另外像是夫妻鈔 我們這次特別挑出來一個 蠻特殊的主題 就是有夫妻一起上到鈔票上的 那像是不丹國王 他好像是號稱全世界最帥的國王 那他去年成婚了 那他跟他太太就是去年在結婚的時候 也發行了一張紀念鈔票 特殊的是像是史瓦季蘭的國王 那他正面是他國王的肖像 那背面就擺上他九個太太 加上兩個小孩的一個圖樣 等於是說全家福都放在鈔票上面 依照不同圖案類別 分區展示的各國鈔票 有當地代表性的花卉 動物植物 民俗風情 世界遺產和知名建築 這是以體育明星或是球隊為主角的鈔票 包括台灣民眾熟悉的台東南王少棒隊 為了讓展場更生動 還是有電子書影片介紹 這個顏色繽紛的翻翻版 讓人眼睛一亮很想動手 世界上所有的鈔票裡面 出現最多的圖像就是人物 所以我們當然找不了這一個區塊 那為了讓大家覺得更有趣 我們就是在一面放上 國王或是國父的一個 普普風的一個肖像 那你可以猜猜看他是誰 然後再翻到背面就可以看到 搭配的那張鈔票以及他的解答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來這邊做一個這樣子的互動 我們也認識全世界的國王國父 軍事家以及冒險家 見面十二生肖系列 要收集齊全不容易 收藏家莊明國花了兩年才收齊 這個是收藏家他自己的巧思 那他覺得說 因為我們中國人是有十二生肖 這樣子的一個傳統 那他想說他就是由全世界的鈔票 來找找看有沒有十二生肖 那像他是說老鼠跟豬 這兩種是比較難收藏到 因為老鼠一般在各個文化之中 是比較不被大家注意的 那剛好他就在蘇格蘭的鈔票中 找到了老鼠 對 那豬的部分是 巴布亞辛吉內亞的鈔票 那也是因為他們對豬有一種崇拜 所以才出現在鈔票上 是很多人懷念的 特別是在童年的時候 陪你成長的那些玩具 童玩 我相信很多人更是懷念不已 有機會的話 事實上在台灣文具博物館 他們收藏了非常的多 但是在我們的這個特輯裡面 我們有機會看到這些不同年代的 台灣玩具的童玩 是如何形成了台灣很多人過去的 童年的記憶 童玩不只是一種記憶 它也可以成為一種藝術的創作 當代藝術家梅丁眼 就利用了不同年代的童玩 把它組成了一種象徵的符號 也讓我們一方面懷舊 一方面看到了藝術的無限的可能性 玩具是大家童年最美好的回憶 孩子玩起來 既無國界也沒有世代隔閡 你看風吹泡泡 跳跳樂都沒有被時光淘汰 不要看下面 頭看這邊 好 站直 腳站直 好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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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 夾頭球 腳要夾球 對 對 對 教孩子怎麼跳的 就是台灣玩具博物館的館長 王必俠 他接續老公江文靜的畢生夢想 一間挑起玩具的收藏和博物館營運 數千件收藏 故今中外 琳瑯滿目 除了常見的昂阿飄 昂阿仙 不同年代的人氣公仔 還有各式鐵皮玩具 以及彈珠台 小朋友可以用拉的 也有用手推的 這是台灣在780年代外銷的變身玩具 孩子沒有看過 個個睜大眼 這是清朝舊有的戲台遊戲 敲一敲 人偶靠著底下珠中彈性 就會跳動 還有更早的春秋戰國時代貴族遊戲 頭壺 館長有請老師傅做復刻板 宮廷裡面在宴客一定會喝酒 利用喝完酒的酒壺 戰國時代 王者身上一定會有弓箭 距離七十元 把這個箭投進壺裡面 投進一隻叫做有粗 投進第二隻叫做連縱 因為這個玩具 這個遊戲流傳了很久 後來民間也在玩 所以他後來因為要他更好玩 命中率更高 後來又加了兩個口 變成三個口 把壺投進裡面 投進耳朵的話叫做冠耳 王陛霞回憶老公生前 就是非常用心地到處收藏玩具 到各地分享介紹 一張張照片留下深刻回憶 這是他老公七歲時買的第一件玩具 小水槍 也是他收藏玩具的開始 但是接下博物館重擔的他 曾經深感壓力 我的觀念裡面一個博物館 一定要有一個很棒的硬體 可是我先生 我是看到他的堅持 我要做一個不一樣的玩具博物館 讓大家不只參觀而已 讓小朋友一進來 就是非常的開心的一個地方 他這樣做 所以我們就有這個責任 幫他繼續 那這一段時間以來 也覺得我們很值得 看到各界的給我們的 很多很多的鼓勵 看到每天來的小朋友進來 出去開心的出去 就這樣很自動 王陛霞接棒後 他成為玩具達人 早期外銷的存錢筒 真是太有意思了 各種投幣方式讓他收上癮 以前就是做外銷 就沒有做內銷 但是有留下來的 所以他的量都不多 那館長有很獨愛那個 因為那都是生鐵做成的 都有不一樣的存錢方式 所以他收藏了很多 那現在我還在幫他繼續 因為我自己也很愛 我請收藏家都幫我 如果有這樣的存錢筒 就幫我找 除了外銷玩具 也有從國外買回來的 這是日本江戶時代 利用重力移位原理 讓人偶翻身下來的玩具 由於玩具實在太多了 小朋友玩到不想走 幼稚園的園長也在這裡 度過快樂時光 以我自己來做幼稚園的經驗來講 我看到了很多玩具 的設計上面 它不再只是單一性 那當然也看到孩子 他可以去發揮創意的部分 那我覺得 不管舊玩具 新玩具啊 我覺得它真的就是 沒有所謂的時代的那種的 一個隔閡跟一個距離 其實我們這些小朋友 看到了一些園長馬尼的玩具 跟他說這就是我以前玩的 他們不相信 我覺得玩具真的就是我們 童年裡最美麗的一個回憶 我今天真的覺得很開心 就是因為進來的人都很開心 讓王必俠有持續營運的動力 而且女兒願意接棒 我覺得除了責任 其實自己在這一部分的培養上 也開始就是慢慢的有去 深入專業一點在紮梗這樣 希望大家來看我們博物館以外 我們博物館可以走出這個地方 到很多各地的地方 去做一個巡迴 想跟大家展示一下說 除了這些收藏以外 台灣老東西 還有一個人 是這樣子為台灣的玩具 在進行一個維護跟保存的動作 從小看爸爸收集玩具 外人都以為他最幸福 其實他常常只能看不能玩 大家會覺得很羨慕我 說爸爸都買玩具給我的 不是 爸爸會搶我玩具 他會覺得這玩具太好了 他想要收起來 在我玩了幾次之後 他就偷偷把它 收進他的儲藏櫃裡面 所以我根本其實 我是在跟他搶玩具的 所以大家都誤會 大家都覺得我玩具玩不玩 其實沒有 他根本不讓我碰 現在他擁有最多玩具可以玩 只是心態不一樣了 他想和媽媽收集 保存更多的玩具 讓更多人在這裡回味玩樂 也延續父親對玩具的熱愛和夢想 藝術家美丁眼是外省第二代 家裡塞滿了一貴貴的台灣懷舊商品 這些老東西您看了 如果有回憶有感動 那就是他繼續收藏的動力 他收集的老牌保養品 連仿造的都有 但是美丁眼不只是一般的收藏家 他還將這些老東西當成道具 個別拍下來 再用電腦合成繪圖 像這支印有可口可樂logo的DDT噴筒 是70年代台灣 在引進美國可樂後 因為金屬包裝成本很高 勤儉的台灣人 就將可樂罐再利用 包在DDT噴筒上 而梅丁眼再將噴筒 配上有百式可樂logo的烘爐 從製成象徵兩大競爭廠商 在台灣火拼互嗆的台灣可樂 也讓人驚見 70年代的台灣 原來就這麼瀑布 基本上我是認為這些老東西 存在了我那個年代的某種歷史 某種長明史 那對我來講 這裡面勾起了我一些 成長過程的一些記憶 所以我想讓這些物件還原以後 去製造一種氛圍 讓那個氛圍來反映 我對當時歷史一種詮釋的感覺 這件老舊國軍制服 對比擱置牆上的執心帶 梅丁眼將他們電腦合成繪圖之後 做出帶點劇場氛圍的影像 叫做速械隱退 暗喻不知為何而戰 家人年年餓肚皮 怎不叫人淚雙流 這是以前反共時期的空頭文宣 但是抬頭看看國父一項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記憶 卻已經模糊遙遠 而這份白色恐怖時期 軍工人員的檢舉聯保連坐切結書 勾起種種可怕的回憶 對我而言這些老舊的東西裡面 除了承載我童年的記憶之外 我個人認為那些記憶 基本上不是一個愉快的記憶 因為那些記憶的符號 經常可以讓我牽連到那個時代 是在一個戒嚴 是一個思想不太自由 整個價值觀比較保守的年代 那我就透過這樣的記憶 是想還原那個時代的記憶 一方面我想也是一種自我療癒吧 一方面我也是希望觀眾分享 我們是從那個年代走出來的 不過台鐵和老企業的紀念碑 又讓人溫心玩耳 我們當時在鐵路局有沒有 喝茶的茶杯 這種有杯蓋的 然後玻璃有氣泡 然後是垮垮的很有味道 那當然因為時空的這個改變 每一個時期的鐵路局都有產生不同的鐵路 這個杯子 很多企業 事實上陸陸續續都用杯子 贈送的杯子 把他們的logo印上去 然後來象徵 這是一種產品促銷 所以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早期的有一些杯子 比如說這個綠島可樂 現在很稀奇 我們都忘記還有這種 這種汽水 那當然菸酒公賣局也是不會忘記 繼續出什麼長壽 還有什麼總統排香菸 這些都有 梅丁眼很訝異 許多人會把早年生活照和結婚照給扔出來賣 但是到了他手裡就不一樣了 會被重製成另一種虛擬場景 變成雙雙對對 看似雷同的集體記憶 我的房子裡面經常觸碰到一個 身分認同的問題 文化認同的問題 那因為藝術圈比較少人 都針對本土的相關符號去創作 那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然後我也覺得鼓勵大家一起來分享 這些從老師級網路上買來的台灣老舊雜貨 在梅丁眼重新搭配轉換後 成為一幅幅像是油畫攝影和版畫的綜合體 默默訴說著當年的喜怒哀愁 看過了以上的台灣收藏特輯以後 相信各位一定會同意 收藏本身真的可以讓我們變成一種嗜好 也變成一種修養 變成一種品味 但是集體來看它也成為一個國家社會 一個長期的累積的共同的記憶 而且更有文創效果的是 它也可以變成一種藝術創造的一種新的動能跟材料 非常希望我們這個國家能夠變成一個收藏的大國 更多的朋友可以藉著收藏 來增加自己對於生命的一種體會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再見 我們下次見